大家好我是胡福奇社 今天的话呢 花一点时间给大家分享这一款叫做白鹰王 它是韩国的变形机器人 那目前台湾的反导城里头啊 可以说货架上呢 有非常多都是韩国的变形机器人玩具了 那一方面可能价格上面吧 有一个优势吧 而且用料很扎实 那回去之后家长即使没看过 或者是小朋友都不认识 但是回去你就玩一玩觉得CP值不错 就继续买啊 所以追根究底玩具本身的质量啊 应该还是很很不赖啊 才能够一直的呢 也在这个货柜上的话呢 这个占有的一个面积是越来越大啊 那么今天的话呢 这一款的话呢 是我一位多年的观众朋友呢 买给我的啊 他送给我的一盒 那我就也拿到很多天了 那为什么没有跟大家分享 是因为我不小心把他的子弹给弄丢了 那子弹弄丢之后呢 我就一直找了好几天 一直没找到 他的两颗子弹可以装在盾牌后面 然后那一天这个整个连盾牌就掉到地上 就两个子弹 不知道弹去哪里了啊 那么就 就找了这么多天 还是没找到 但是随即呢 过几天之后呢 就会有官方的新品的玩具要来啊 所以我就想要趁这个机会呢 还是赶快把它拍一拍吧 那么玩具的话呢 很厚实 给各位看一下他的背后啊 这里有一个比较大的窟窿 他的背后这个地方啊 是要装LR44的电池 要装三颗啊 他已经有写在上面了 不过玩具本身会附带 所以我们也不需要特别去做准备 那他有 可动度来讲的话呢 是比较弱一点 因为他的第一头不能转啊 这我就算了 手臂的话呢 上臂只能够 往侧边抬啊 他不能够往前动啊 无法360度的转动啊 脚的话呢 是反过来 脚能够前后踢 但是他不能侧踢啊 膝盖的话呢 这一边可以侧 这边可以啊 这边松开是可以侧踢啊 可以可以折膝盖啊 另外一侧的话就没有了 那各位能够能够看出来 他其实是一个 呃 老鹰 牛跟鲨鱼啊 这个跟高的Sigma 那个机器人一样啊 是空 陆 海 三个属性的机器人 去做一个合体的 那这一款的话呢 他当然也是可以 做相同那个配 相同那个 一个拆开的方式啊 我们的话呢 就把它进行一个 简单的 呃 变形过程 先把它回复到 它的一个瘦形态好了啊 那么分解的话 是硬拔就可以了 而且会有 升光的效果啊 好 这里 脚也是一样啊 这里 那 拔开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进行这个 老鹰的部分吧 整个往上面翻 它的这个老鹰啊 是比较扯一点 我觉得是 三个形态里的老鹰 应该是 呃 这个是合体的 本体的宿命吗 这个本来是这样 翻出来之后啊 从这个地方 把它往前折 然后 这个人物的大腿 往后放啊 然后这里是有一个 结合的卡扣 把它给扣上去啊 然后 这个老鹰的形象呢 就就完成了啊 这个 手臂是放在翅膀下面啊 给各位看一下 而它真正的毛病是 你没有办法平放在桌面上啊 你这样放下去 它是一定会往前啊 会有一个扑街 扑街的一个感觉 会往前倒啊 这一点比较 比较 比较 比较搞笑一点啊 反正你知道一下就行了 这老鹰的一个形态 那为了不要让它这么难看的话呢 我就拿个盾牌啊什么的 给它稍微靠一下 不要那么丑了啊 那么鲨鱼的话 就是很简单了 这个地方往前放 推下来 然后鱼鳍摆到相对应的位置就可以了 然后呢 把这个尾巴推到后方 这两侧翻到上面来 然后就组合一下 就变成尾棋了啊 然后 这个就是鲨鱼了 那嘴巴的话呢 各位记得啊 它刚刚是一个脚后跟嘛 对吧 脚后跟啊 所以它是给尾桩可以张开 但其实微微张开就可以了 张得太开就很丑了 这是鲨鱼的一个形象 水蓝色 它这个蓝色还还挺好看的啊 那再来就是这个公牛的一个形象 公牛的话 先把这个脚后跟啊 整个缩进去 然后呢 这个前肢啊 就从这儿 抠就出来了啊 非常简单的 后肢也是从这个地方 推一下都出来 然后这个部件的话 往内收进 应该是 应该是收进来吧 然后头就往前面 还有个双动关节 推下来 牛角往前放就行了啊 木牛牛马 这一个形象就出现了啊 牛的形象比较好看了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 这牛的完成度 应该是比较比较高的啊 那么三个玩具都很厚实 那么最终的话呢 它还有所谓的一个 徽章的形态 那这个徽章的形态呢 怎么个变法呢 我们也就给各位做个示范吧 这个部件 这个我想一下 这个扣下来 我记得这个胳膊呢 是要往下 主要是这个地方 要折一下 我们需要这个关节出来 然后这里的话呢 就往内推一点 它需要一个固定的一个形状 如果你不知道 也无所谓啊 因为你到时候 一定可以调节的出来 到这边 好 把它给这个部件 这两个部件往前面推 到这里 先到这里 然后呢 樱头放下来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做呢 先把后面这个地方给完成 它的话呢 我记得是这样子啊 对的是这样 没错 这个记得翻出来 还有一个双动关节 记得把它给翻下来 到这边 把它给扣起来 好 到这边 它是一个老鹰的一个徽章 那么你可以看到 相多鹰这一边啊 这边要记得处理 首先呢 它的这个十字弓 是可以折叠一下 然后往上翻起来 这个也缩进去 然后是扣在这个地方 记得把这个 所以它的东西 是完全可以收纳的 最后的话呢 它这两个手啊 是没有卡扣 它要靠这个地方 跟这里做一个组合 在这边 两侧都有啊 把它给扣上去 那扣这个 它主要是还要对 上面这个地方 有一个圆弧形 要跟这个鸟的这个头啊 是做一个组合 那这里的话 就是你这个 就是我说的 你这个手啊 它有一个特定的 一个折的一个角度 那反正你就是 去把它调整到 可以刚好把这个鸟头 跟这两个地方扣上去啊 这样子 这整个一个最大型的 我也不知道是灰杖 还是什么特殊的 什么什么什么装置啊 就算完成了 这是拼凑 有拼涂 有裂痕的一个面 那么另外这个是盾牌 的那个部分 两边的图案 应该是一样的啊 转这边 当然是比较好看的 那么鲨鱼 也是很简单了啊 比较简单的 这个地方把这个鱼的旗啊 给翻上去啊 这里是有个组合的 一个位点的扣起来 然后往上折 然后呢 这个地方记得把它给按一下啊 然后才可以把它给缩进来 然后再来就是把这个 原本的这个尾旗的这个部分呢 一样的推回去 往后面翻过来 到这边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 一个鲨鱼的什么盒子 还是什么文章 好 这个是鲨鱼 那么最后 这个牛的话呢 一样先把这个四肢啊 都给缩回去 都给缩回去 然后这个地方是往下折下来 牛啊 头啊 什么脚啊 往内翻进来就行了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完成了它的最后的一个形象啊 就是三个什么什么什么 看起来像是特色片里头 的那种特殊的装置 那么变形也是很 就是很简单嘛 那机械的可动比较差一点啊 跟我们想象中的有一点落差啊 连手臂390度的转动都不行 那塑胶啊 很厚实 有一个声光的效果 那么合体啊 这个兽型啊 这个文章 叫文章我不知道对不对 变形都很直觉了啊 就不用看什么说明书 也摸索一下 大概也可以啊 除了这个本体比较比较复杂以外 其他都很简单 那就利用这一集的话呢 快速的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